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贯式的强刺激 但是涉及的范围和广度已经十分引人注目 8月底 多部委发文要求认房不认贷政策落实 全国首套二套房首付比率下降 在此之前 中国政府已经下调首次购房者的贷款利率 甚至对已经买房者的贷款利率实施调降 另外 中国央行还自9月1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 这一系列政策对中国各地楼市将起到什么作用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这一轮刺激下是否能够走出谷底 房地产市场松绑 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即将触底反弹 本期节目将就中国楼市最新状况进行探讨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旅美经济学家秦伟评 8月25日 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 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 关于优化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的通知 推动落实购买手套房贷款认房不认贷政策措施 根据这项措施 不管购房者有没有贷款记录 只要购房者证明其名下没有房产 就可以按照手套房认定 从而享受手套房贷款的优惠政策 首付比例 房贷利率和税费都要比以前低 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报告 9月1日到11日 中国全国已经有超过30个省市发布楼市优化政策 8月30日 广州 深圳两地率先落地 执行手套房认房不认贷政策 9月17日 北京 上海全面跟进实施 力度超过预期 除了一线城市外 已经有成都 杭州 厦门 长沙 苏州等 超过30个城市跟进落实 此外 近期南京 沈阳 大连 兰州 青岛 济南 福州 郑州 已经宣布取消限购令 上海降低临港芯片区人才购房门槛 近日深圳已经优化离婚购房政策 北京则调整了海淀区29个二手小区指导价限制 根据中国房地产经纪公司的数据 在新的规定下 房主平均每个月的贷款可以减少约850元人民币 约合120美元 对于月收入平均3750元人民币的普通城市居民来说 每个月增加850元人民币 不容忽视 证券时报援引广东省城规院 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学者李宇佳的估算 全国每年大约可以减免约3000亿元人民币的利息 首先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认房不认贷是什么样的规定 然后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认房不认贷呢 其实主要是针对一些所谓的一线城市 因为一线城市这个房价在算是最高点 而且呢一线人是因为它资源比较集中 很多人可能想去那里去买房啊订居啊 然后那个就业机会会比较多 发展机会会比较好啊 但是呢房价居高不下呢 他们在一线城市一直执行的一个最严格的一个所谓的限购 有些是中心城区 有些连郊区都含在里面 以上海为例 他们之前的属付比例呢是要有35%以上 如果是买第二套房呢要有70%的这个属付 而且呢那个贷款利率呢 比一般的利率呢还要高0.7个百分点 其实就是大大提升了一线城市购房的这个门槛 因为总价本身很高 然后35%的属付和75%很多人就望而却步 那这样可以抑制这个需求 那这样可以维护他们之前的所谓的一个目标叫房住不炒 就是大家避免说在一线城市炒房 那这一箱炒房的资金可能就只能往二三线城市去跑了 那认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之前有这个贷款记录 比如说五道房标准或者二道房标准怎么认定 你之前因为全款购房的人还是比较少 大多数还是利用银行的杠杆去贷款 你这个人名下如果之前有贷款的记录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买的时候呢 你就自动认定为是第二套房了 而且这个数据呢 不是说在上海我没买过 我在北京有套房 在上海是不是属套房 不是 你只要在北京的房子有贷款 那这样系统一搜索到你已经是第二套房 那你在上海要买房的话 你要付版70%属付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现在他说认房不认贷 就是把那个属套房的标准应该是大大降低的 比如说我之前在上海没有买过房子 那这个就是认为它是一个主套房 或者我之前在上海有一套房 但是全款付清的呢 在买房相当于也是按第一套房来算 这个标准其实降低的 应该说有很多人可能就可以满足 所谓的主套房的标准 用较低的属付去买房 而且不光是这个认房不认贷 这个标准大大降低的 而且呢 它的属付比例也降低的 现在呢 这个一线城市属付比例 从35%已经降到20%了 二套房呢 从之前的70% 当然有的城市是40% 降到30%呢 这样是所谓的大大降低的 这样的一个门槛 所以市场观察家认为说 这是很大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政策 那么这个认房不认带 您觉得在一线城市 是不是会立即涌入很多购房者 那你觉得二三线城市的反应 跟一线城市比起来会怎么样 好 认房不认带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它是属于观望的一个状况吧 并没有说马上立感见影 但是配套的措施 已经有差不多十几个城市 比如说像南京啊 沉阳啊 大连啊 青岛 济南啊 有十几个城市呢 他们已经力度比所谓的 任房不认带更大 已经是全面取消了 所有的这个住房限购令 限购啊 限贷啊 限价 限售 各种这个所谓的限制购买的 这个措施 这个状况也不一样 他们已经不提这个房租不炒的 然后除了所谓的一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 或者更多的城市呢 就是一个自救啊 在中央好像允许的 默许的这个政策情况 全面开展自救 他们希望说放中这个房地产的 任何的限购 刺激消费需求 包括说银行也释放更多的贷款 更低的利率 希望鼓励说 刚性啊 或者改善性住房的需求 大家都是等着说 老百姓把自己所有的积蓄 拿出来 或者家族杠杆继续去买房 解救房地产企业的这个 资金链短缺的这个窘境 当然也是在解救 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啊 希望是这样 那么有些专家 有点意外就是说 中国政府推出这个对于房地产 救市的这个 这系列政策 似乎比他们预想的要早 您觉得这这个时机点 是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时机是根据 市场的反应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恒大之前出问题 然后特别是最近 逼固园这么好的 这个优等生也出现这个问题 当然了 现在暂时是解决了 它的一个困境 比如说它有 39亿人民币的债务呢 成功的与债主呢 达成一个三年的展期 另外还有几百亿呢 也在谈 然后之前的一个 一个债务违约 然后有三十间的 宽限期内呢 把那个利息也付出来了 就 然后这个紧迫性 还是存在的 我觉得中央的决策层 他们看到 之前的房租不炒 这个政策 应该是完全不符合 现在的一个状况 为了避免爆发 更大的这个社会动荡啊 这个债务危机啊 或者对社会造成 更大的冲击呢 就匆匆推出来了 另外一个背景呢 我觉得还有就是 因为美元 在持续的加息嘛 然后人民币大家知道 现在贬值风险很高 现在已经一美元到7.3了 而且市场预估呢 还会继续去贬值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们也担心说 这个资金外逃啊 那把资金 释放这么多政策 然后这个资金 放到这个房地产 这个资金层次里呢 对中国来说 它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人民币贬值的问题 也会有一点正面的 一个保护作用吧 包括我今天看到 它又继续下调 它的一个成管准备金率啊 继续释放资金啊 包括利率也在下降啊 我觉得形势逼迫它 急需的做出调整 而等不到所谓的年底了 而且现在 这么有力的政策推出来 那市场怎么样 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 有可能会有一部分 钢金需求的人呢 会入市 是不是有很多 改善性需求的呢 也会这个时候入市呢 我觉得还要继续观察 首付的比例降低了 然后这个贷款利率也下调了 一般的居民 在付贷款方面 可以省下 好像平均是 一个月大概800多块钱 那么您觉得 大家手上多了这800多块钱 您觉得它会去储蓄 提前还贷 还是会出去消费 那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房贷支出一个月呢 平均能减800块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利好 大家可能会 用这份钱 这份钱来改善一下生活 但是刚才提到这个 中国的现在这个形势 失业率也比较高啊 物价呢也不是很稳 就是大家对未来啊 就是没有太多信心的时候呢 可能不敢去消费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还会去 用来去 比如说暂时不用的话 放在储蓄账户里面 或者说还有信用卡的债 可能优先去还啊 或者说能不能提前还贷啊 他们可能会倾向你这样 用这部分钱用来消费的 我觉得可能年轻人会多一点 年轻人这个 抗争物质的这个诱惑 这个能力比较差 可能会消费 但是大多数人 我觉得稍微理性一点的 特别是家庭负担比较重的 这个中年人呢 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们会为了跟未来 不可预期的这种支出 会增加储蓄会多一点 提到储蓄啊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降低利率嘛 如果你把钱放在银行 所获得的这个定存利率 或者活期存款的利率 也下降了嘛 对于储户来说 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利消息 那我们知道前一阵子 这个中国证监会 取消了证券交易的 印花税一些税费 那你觉得 现在是不是一个 投资的好机会呢 投资所带来回报 会不会比在银行升利息 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在中国真的 这个情况真的很难说 大家知道我们前几期 还谈到一些节目 就是一些富裕阶层 投资到这些基金啊 这些投资产品 买了理财产品之后 已经出现大部分亏损 而且这有些本金都拿不到 我觉得在中国呢 特别是属于上 有些钱钱的 投资钱的 这些中产阶级为主的人群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应该上了档次的会特别多 大家可能交了学费 比较多之后呢 并不认为这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资金 哪怕是银行的利率比较低 他们可能觉得 但是放在银行里面 保险系数 应该会放在投资理财 那里要高 当然也有一些状况 他们有些人呢 通过各种渠道呢 把人民币产呢 尽可能去转为美元资产 成美元利率的那个 收益率会高一点 我看到在香港 那个美元的收益率 甚至比美国本土还高 当然美国本土的这个 比如说一年期的这个CD 并存的已经利率在5%左右 有的甚至更高一点 这些中产阶级或者中国的这个有钱人 他知道这个消息 如果有办法可以把人民币换成美元 存在任何一个银行 包括中国金利的银行 或者海外的银行的话 他们收益率可能会比人民币会更高一点 当然这也会增加的这个人民币贬值的这个压力 所以在普遍意义上说 大家如果没有特别取到换美元 或者存起来的话呢 赶去股市也好啊 或者楼市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投资理财产品 我觉得大家的动力可能不足 风险呢反而会更高 当然不排除有部分人可能会去做这些 火中取利的一个决策 听众朋友 这里是财经时事听栏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楼市利好政策连发 中国经济正在触底反弹吗 请继续收听 最近中国房市利好消息不断 陷入财务危机的中国房地产巨头 碧桂园 获得境内债权人批准 延期偿还六支境内债券三年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碧桂园的境内债券人 12号就集团提出的八支债券的 展期方案进行投票 投票结束时 有六支境内债券的展期方案 获得通过 其余两支债券的展期方案 将延迟投票 尽管如此 中国房企还债的压力仍在恶化 近日有房企负责人 在与债权人沟通时 下跪哭诉的场景 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据本台中文部报道 北京房地产开发商石柳集团 董事长崔薇 11号在媒体沟通会上 向多家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负责人 下跪承诺说 以性命做担保 如果因公司资不抵债 给金融机构带来损失 将从高楼跳下 恒大地产集团的问题 还在蔓延当中 上个月恒大在美国法院 申请破产保护 近日又传恒大新增 十多条被执行人信息 执行标的合计5.7亿元 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等 最近我们也关注到 就是碧桂圆跟恒大的这个股票 都暴力上涨了很多 百分之二十以上 上次我们谈到这个碧桂圆嘛 最近的发展就是 它的有六支境内的债券 现在获得展期 那您觉得说房企这个暴雷 还有这个导致的这个银行系统的危机 是不是暂时警报解除了呢 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一个缓解 解除谈不上 因为算是跌到谷底的 你看我们以贵桂圆为例 它的股票市值在高峰的时候 有差不多4089亿港币 然后在8月底最低的时候 是跌到202亿港币 相当于跌了 甚至跌到95% 那就是最近的所谓的这个房地产政策 全面打鸡血式的充电之后 然后现在回升了20% 但是跟它高峰期其实相比差很远 而且我们也知道 它的这个债务状况 持绩电状况 并没有一个本质上的改善 市场可能会给大家一个 很好的一个期待 然后要观察接下来的 这个三个月或者六个月之内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个 新的这个房地产刺激政策 能不能有效 市场反应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有待观察的 如果说真的很多人就积极入市了 然后让他们这个销售又回暖 当中有所改善 我觉得那可能那个时候可以说 好像是销售了这样一个隐患 现在说维持上早 我觉得 现在基本上普遍经济学家 对于这碧桂园跟恒大的看法 比较不一样 认为说恒大破产的几率 就是撑不到最后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那您觉得现在恒大的发展怎么样 恒大情况的确是有所不同 因为恒大的问题应该比碧桂园要严重了很多 而且它的业态分布也不要复杂 债务情况也更加严重 资金状况更加不好 当然它的管理 也有很多挑战 恒大的话 我觉得按照现在的态势来说 它最好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与债权人能达成一致 然后怎么样就是破产 或者债务重组 这个损失让债权人也能接受 让政府也能接受 让社会的负面影响 能降到最低 这已经是最理想的一个标准了 如果说通俗的话来说 我觉得死得难看和死得很难看 这个区别 它已经是没有办法的 无力回天了 我觉得政府其实也是放弃了去拯救它 哪怕是政策上 它也觉得拯救不大 最终是它可能会被并购 会破产这样子 尽量把社会影响降到最低 这是各方能接受的最好的一个结果 这个房地产市场 现在最近这些利好的消息 还有一些暂时的危机解除 接下来看 比如说到年底 房地产市场会什么样 然后您觉得中长期会怎么样发展 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在一般意义上说 这个政府就是 对市场确实是有一个刺激作用 我记得很清楚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 中国的房地产也是很萧条 然后甚至有很多房价在下降 台湾商在自救 然后有些先机各房的业主 把那些收入处都砸了 这个消息 我都记得很清楚 当时政府提出的一些 比如说贷款利率降低 这个主付也是更加优惠 还有一个叫弃税的减免 地方政府推出个弃税减免这样的政策 很多人还是在观望 但是也有部分人就是 我记得我自己当时 我就在他那个政策推出的 第一时间我就买了两套房 因为当时我认为说 中国的基金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好 对未来都比较有信心 我相信有些人跟我想法一样 也会在政府刺激的时候 以更低的成本去买房 对不对 会有部分入市 事实下来 就是08年那个危机很快 在中国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很快就过去了 当然政府也推出所谓的 四万一救市方案了 那这一次我觉得情况不太一样 这是你想一下现在的这个 一个是中国的经济 基本面是非常糟糕 另外呢 这个外国的需求 对中国的需求 也是有个结构性的变化 而且未来是长期的一种 不确定性在里面 大家看得到 那在这么高的一个房价之下 然后再去刺激的话 说实话 很容易导致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说现在 如果说他这个政策不成功 那这样的结果就是 开发商 像贝国员这些开发商 可能会彻底的破产 市场会陷入萧条 政府可能陷入很大的被动 甚至会有严重的 这个一系列的金融危机的发生 这是一种状况 另外一种状况 如果说中国的老百姓 还是盲目的乐观 觉得说 对中国充满信心 未来非常可惜 然后呢 是这么多利好的政策 你看前面取消限购令 然后所付比例降低 利率也降低 每个月你看 早还800多块钱 那一些人如果说 这部分人就是 拥入市场的这部分人 越来越多的话呢 会是怎么样结果呢 会成功的就是 让这些开发商的这个债务问题 转移成为这个 最后一批购房者 手上的债务 开发商的危机解除了 但是呢 会有更多的普通的购房老百姓 你接到最后一放 然后你在比较高的价位上 接住了 然后呢 你在未来的合同贷款期内 比如三十年内 你要付出更多的 这个利率支出啊 这样 用老百姓的血肉之需 去解决 所谓的金融危机 或者债务危机 那这样子的话 好一点的结果说 这最后一部分买房人呢 你占了最后一站 你辛苦三十年来 来管这个贷款 但是呢 如果说经济持续的 就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 那最后一半 接半个人呢 哪怕是利率再低 你还是要付利率的嘛 就是你可能都失业了 你怎么办呢 那这样子的话 我假设比如说市场 那这个半年 你卖了三十万亿的 房产出去了 那这样可以填这些 开发商的铺垄的 政府的这个银行的铺垄的 但是这三十万亿 又成了这个老百姓的负责 然后呢 这三十万亿 成了老百姓手上的坏账 然后老百姓还不起 那这样子 无非是把这个贷主换人了 换一批贷主了 然后呢 把这个危机 大概拖到一年后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你问我未来的结果 我还是很不乐观 那么除了这个消费者 信心不足以外 中国房地产市场 长期以来有一些弊病 就是购房的时候 还没拿到房子的时候 这个开发商就已经把 购房者的 也从银行的贷款 全部都取走了 购房者 就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 那么如果说这个开发商 他这个开发的这个过程中 出现资金链断裂的话 就会出现一大批 这个烂尾楼这种情况 你觉得在这个中国政府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发展的这些畸形状况 有心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觉得这是中国 特有的这个期房制度了 中国政府当然有注意到 特别的地方政府 因为他们的利益 跟开发商利益是一样的 比如说 购房开始盖 离他封顶离他交房 还有至少半年 一年两年的购房子 只要购房者已经签了合同了 银行会马上放款给开发商 开发商可以用这个钱 来支付土地的资金 老百姓呢 你就已经开始 就是每个月还贷了 哪怕是只是期房 然后还要一年两年 遥遥无期的交房日期之后 你还交还贷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都知道这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 一定不会去改变这个环节 因为为什么呢 他目的是要利用老百姓 去债务杠杆 来解决他们的这个债务危机 来解决他们的卖地输入问题 他如果自己主动 把这条取消的话 那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我认为说他们不太会这么做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 给我们的公众提醒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刚进需求 你真的是想改善住房的话 在这样的一个 全面放冲限购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买房的话 尽量去买现房 不要去买期房 买期房的话 说实话未来 还是有无法交房的风险 买现房的话 起码说已经拿到房子了 对不对 如果说你每个月 你的路路能cover 你的贷款支出的话 起码不至于未来生活那么惨 刚才是本期节目嘉宾 秦伟平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尽管中国政府出台各项 利好楼市政策 中国经济走出谷底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日 请继续收听 根据最新数据 中国经济下滑的走势 似乎出现了回升或降速放缓迹象 但是国际经济预测机构 对此似乎并不认同 接二连三下调了 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中国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恢复了同比上升 似乎暗示CPI下滑的局面 已经逆转 然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经济学家们认为 由于8月CPI同比增长 仅仅勉强高于零 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PPI连续11个月下滑 只是降幅收窄 中国还没有走出通缩的困境 路透社日前对76名 中外经济学家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经济学家们 对中国经济看法并不乐观 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金明两年的增长 将低于之前的估计 他们当中多数人的预测是5% 低于7月调查预测的5.5% 我们也知道房地产市场 是占中国GDP的30%以上 那么最近中国的8月的CPI 已经出现了就是通缩的情况 有一些好转 您觉得现在又出这些利好的这些政策 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在出现 这个触底回升的这个阶段 我有留意到这个官方的报道 说CPI是有点回升 之前大家在讲说 是会有通缩的状况出现 就更担心了 现在来说它经济促逼反弹 这个太早太早了 根本谈不上 应该还是要持续的观察 这起码是说它房地产行业影响那么大 大家去买房 其实也是消费的一部分 你去买房之后 你带着装修 建材 家居 家电 会带动很多行业的发展 现在也不清楚 看它这一波前面取消政策 还有它政策的稳定性 它会持续多久 这都是一个打问号的 离经济回暖 我觉得连刚刚开始的算不上 应该是要谨慎的去观察 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可能性其实非常小 应该还会持续的 至少是一到三年 这这样子还在底部 这样的一个状况 甚至还没有到最糟糕的一个时候 好 那么今天就非常 谢谢您精彩的分析 我的提问就提到这里了 谢谢 以上是本期的财经实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饶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写信到拼音反馈 A一圈rfa.org 或我个人推特 账号是rfa下横线rym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祝福各位 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